两岸服贸协议让蓝绿阵营陷入了混战 昨天一致未审 民进党更是二度夜宿立法院 国民党方面呢 为了要抗议绿营假审查真杯葛 特别买了价值三万五的大喇叭来反击 企图让议事人员宣读的声音被盖掉 就在一阵冲突当中 民进党认为已经宣读完议事录了 所以就宣布休息 留下了国民党立委在场内抗议 议事再度的陷入停摆 立主义事人员宣读义事录 九点一到 国民党大党编臨红池 拿着书面提案奋力往前挤 不过民进党团早排成人墙 全力阻挡 尽管国民党连夜花了三万五 买了大喇叭 压制民进党 不过民进党人宣称 议事录宣读完毕 借此反击国民党宣称的 12号会议不存在 认为目的达成 无需再防守 与国民党正面冲突 民进党团全面撤手 让出主席台 独留国民党团场内抗议 开会前无法转交给主席 开会的时候 我们要交给主席 主席也拒收 其他的民进党委员 也一再的阻挡 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一个是意识人员不中立 一个是意识人员 有苦难言 身体不能自主 被胁迫 没有办法接受 国民党所依法提出来的书面 所以我们要求 请王院长要秉公来处理 没有人针对文字 是否有错误遗漏表达意见 他们都是在针对程序的一个问题 作为会议主席 认为意识录并无错误或遗漏 服帽混战 蓝绿继续各说各话 国民党团转移阵地 要求院长王金平出面处理 民进党团排审服帽协议 只剩最后半天时间 蓝绿公防恐再现另一波激战 约灿TV 蓝绿三里广轩台北报道